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澳股美股直通车 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Coco 那在去年的几期节目当中 我重点为大家介绍了几只2020年 值得你关注的大盘超跌股 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这几只股票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其中包括了一只西土胖公司 LYC全名Linus 这家公司目前是除开中国地区之后 最大的西土生产商公司 在去年制作视频的时候 价格大概是在2.4 那在经过一年的上涨 上涨了75% 目前的价格在4.2左右 那第二只股票是AMP 当时制作视频的时候 价格是在1.7左右 那目前的价格是在1.6 全年下跌幅度5% 第三只当时为大家推荐的股票 名字叫做Costa Group 代码CGC 这家公司在视频制作的时候 股票大约在2.4 经过一年的上涨 涨了75%之后 现在的价格4.2 澳币 第四家公司是澳大利亚的中小型金矿公司 股票代码SBM 制作视频的时候 价格是在2.4左右 目前价格是在2.3 全年最高的时候 但是价格也是到了4澳币左右 那接下来的几只股票 像是MCD 麦当劳公司 在去年制作视频的时候 因为CEO出了一些丑闻 股票一度下跌 到了200美金左右 现在股价缓慢回升 目前的价格214美金 最后一支当时为大家介绍的股票 股票代码ATVI 是美国的一家游戏制作公司 当时的时候股价是58美金 全年上涨55% 目前的价格大概在90美金左右 那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的大环境之下 尤其是疫情之后的升跌反弹的 这个行情当中 全球的央行都是大幅的放水 包括也实行了超低利息的一个环境 很多公司都在不断的上涨 甚至很多公司出现了超过70% 甚至80% 或者有一些是100%回报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 也有那么几只股票 在去年的整体环境中 出现了一个超低的行情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 我将重点为大家讲一讲这几只股票 以及讲述一下 他们为什么下跌的原因 和接下来12个月 我们为什么要去重点关注它的一个原因 那今天要讲第一只股票 公司叫做G8 Education 股票代码GEM 这个公司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私营机构 的一个幼教机构 那G8目前在全澳拥有23个资品牌 519家的托尔所 并且在新加坡也有17家托尔所 那这个公司呢目前在澳大利亚的私营 幼教行业占比市场占有率呢 是达到了17.5% 那在去年整体的一个大环境下 幼教行业也是算是疫情之下 受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个行业 在过去52周呢 这个公司的价格区间 股票价格期间是在0.43到1.84之间 目前的股价呢是在1.17澳币左右 去年全年的跌幅达到了32% 那在过去一年的这个艰难的行情当中啊 G8呢也是通过协调员工进行无薪休假 来减少公司的开支的同时呢 公司也是协调了幼儿所所在的商场 来商谈这个租金的减免折扣 来保证集团的现金流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公司过去呢 也是一直在通过股权融资增发等等 来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以降低啊集团的杠杆率 那11月份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一度是占上1.3澳币 但是啊在12月初因为爆发了现金丑闻 也就是说啊集团承认啊 这个公司呢 因为这个员工的结构的复杂性 比如说像是full time part time casual等等 导致呢公司无法正确记录员工的上班时间 所以呢公司承认呢 当时啊对于呃这个部分员工 现金高达6000万澳币 那这个消息一出啊 也是给这个公司的股价呢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压 啊那么在接下来的12个月当中呢 对于这个公司的利好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目前全澳的这个疫情啊 逐步得到缓解 尤其是维州地区 基本上现在出行没有太过于严苛的限制 那么相信在未来幼儿所的出息率 也将逐渐升高 那么对于这个公司的非利好 相方面的消息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政府呢 是已经取消了对于双职工家庭 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补贴 那么这个相信对于像是幼教行业来说 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那根据彭博社的这个预测啊 预计呢 在未来的12个月 G8的目标价格呢 是在一块四毛二左右 也就是说啊 在未来12个月 它的潜在回报率是在20%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像是G8这样子的一个超跌的大盘股的一个行情 以及它们下跌和为什么要去重点关注的原因 那非常感谢大家啊 对于本期节目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如果感兴趣我们的这个节目 或者说想与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话 也欢迎呢 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goldmarketsau2 或者goldmarketsau3 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也可以啊 拨打我们公司电话 03-8658-0602 或者03-8658-0603 与我们取得联系 喜欢关注我们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